现在在这个社会 我们冷静观察 哪一个人不造罪业 不但造罪业 都是造很重的罪业 所以我遇到许多通灵的人告诉我 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但是我们听了都有一种警觉 通灵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地狱 卧鬼道 那些人现在都出来了 有很多念佛了都往生了 有往生极乐世界的 升天的 到人道来的 他们都出来了 不错 后头一句话不好听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人 大劫难死了之后就填补 都到地狱 都到我回去了 换班了 就换得相信吗 他们是造前辈子造这个物业 剁到地狱 剁到恶鬼 现在的罪兽满了 这些刑期 到了吗 满了吗 他们就要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这新造罪业的人 造的比他们还重 所以这些人到卧鬼到地狱 要比他们苦很多倍 这个话如果是真的 我能够接受 我也能够相信 为什么 现在人这个贪嗔吃慢 比从前严重太多了 以前人的贪心 他还有节制 钱财到什么时候 他知道可以了 不能再要了 现在没有止境 那你要是多悟道 受罪 当然比他们严重 时间当然比他们更长 这肯定的 你这多可怕 佛在经教里头告诉我们 贪心多莫贵 如果这个贪心里面 还有诚恨 还有愚痴 还有嫉妒 还有用恒不善的手段 那就到地狱去了 那世间的财富 是有一定的 你命中该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中不该有的 你拿也拿不到 佛法告诉我们 英国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 绝对没有一个是占便宜的人 这个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 占人便宜 将来要还债 杀人要偿命 欠债要还钱 前几天 好像是山西大同 有一个居士 告诉我 好像有个附身的 来见我 见到我之后 他跪在地下 告诉我 他不是狐仙 他是黄鼠狼 为什么缠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在过去身中 伤害了他们家十几口 也就是黄鼠狼 可能是 他们是打猎的 被他们捕捉 杀掉了 黄鼠狼的皮 很值钱 肉被他们吃了 皮被他们卖掉了 要来报仇 你们想想看 你杀畜生 畜生都要来逃命 那何况是人 哪有人被你杀的 是甘心情愿 给你杀的 没有这个道理 都有怨恨 怨恨 深深事实 没完没了 你说多可怜 他来找我 我就劝他 我说那些事情 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追究 再追究 你们彼此 双方都痛苦 你缠的这个人 他痛苦 你也痛苦 为什么不念佛 求生进土呢 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呢 我的劝告 他听懂了 他答应了 不再找麻烦了 我说你们到 我们九楼念佛堂 九楼祖先纪念堂 那是念佛堂 你到那去念佛去 他们几个人 真理取去了 这些事情 我们见得很多 附体的 通灵的 透这些信息 有人问我 他们的信息 能听吗 这一般人家 致迷信 你仔细观察他 他真的是有灵附神 那不是假的 什么样东西附身呢 他就 那个形象就很像 你看到鬼道附身的人 狐狸附身的人 蛇附身的人 他那样子就 就不像人的样子 传递我们的信息 值得我们做参考 他要求我们替他办事 那就得考虑 我们要用佛法 不是佛法 他处的主意 我们不能听他摆布 那听他摆布 我们就佛丢掉了 去听鬼神的了 那就大错他做了 他传递信息 我可以自参考 用什么方式来应对 我们要用佛法 我们才不会被人欺骗 我们才知道 正当应对的方法 帮助他 也帮助 被伤害的这些众生 附体是伤害 他要付出很大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经上讲的话是正确的 不是假的 亲命要还命 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命 不可以杀害 不可以毁伤 要还债的 欠债要还钱 生生世世都不能够了解 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会干这个事情 我们哪只蚊虫蚂蚁都不伤害他 他也是一条命 我们宁愿过死 我也不愿意欠债 人 生死是自然现象 哪个人不死 人都要死 不必忌讳 死什么都带不去 活比 要多去别人 活比要贪念不识 贪念不识 还是要识 什么东西 只是给你看看而已 假的 不是真的 现在我们真的是找到真东西了 虽然都在面前 六十年前我们也知道 不认识他 不是祸祸 到现在才真的认识 认祸了 才晓得他是宝贝 就这一句话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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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